大家好 我是沈玲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天下綜橫談 用一塊錢就可以買到你的健康保險 這麼好的事情您聽說了嗎 在今天的天下綜橫談當中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了 教生醫療中心的行政主任 也就是Amanda Yang 她來跟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到底Cover California 有什麼樣的好處 怎麼樣可以用一塊錢 就可以買到加州全保 楊太您好 嗨 您好 各位觀眾好 您好 您好 先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今年啊 這個加州全保跟往年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改變不大 也是加州投保 就是透過政府給我們提供的一些保險計劃 不同的計劃呢 我們可以透過政府給我們的補貼 根據按照你們的收入來定你們每個月的保費多少錢 來算這個保費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個計劃 尤其是今年經過疫情之後呢 有很多人都來要求就是幫助看看有什麼合適他們的健保計劃 因為再到現在啦 如果真是沒有健康保險的話 其實也是每一天都是很驚怕的 如果自己生病以後那怎麼辦呢 所以透過加州投保有一個好處 就是無論你收入多少 譬如說我的收入比較低的話 它自動就幫你申請到免費的白卡 就是沒有用不用保費的全免的 還有那個保險非常之好 也包括牙齒的健保 所以白卡不是不好 有些人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你的收入符合他們的條件 也會自動的給你一個免費的白卡 可是如果有些人是他收入比較高一點點的話呢 就可以按照你們的收入來算一個很便宜 很合划算的一個計劃 譬如說今年呢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如果你曾經申請過十一斤的話 無論是一週或是六個星期六個月也好 只要你今年之內2021年曾經申請過十一斤的話 你的保費就自動減到一塊錢一個月 所以楊太您在節目之前跟我說 一塊錢可以買到健康保險就是這個了 這個就是在加州全保裡面 如果在今年2021年1月份到現在為止 只要有申請過EDD 我們所謂的失業就禁金 就算只是一個星期 他的全加州全保的健康保險 也可以降低至一塊錢 對 譬如說一家四口 譬如說先生或者是太太 曾經拿過十一斤的話呢 只要你來我們繳生醫療中心 我就幫你們去申報 告訴加州投保他們說 兩位 兩個大人當中 有一個曾經拿過十一斤的話呢 他就自動調 然後其中一位是拿一塊錢 每個月一塊錢的保費 可是如果兩個大人 兩個成人都是拿過一滴滴的話 那就一人一塊就變成兩塊錢 一個月的保費是非常好 然後如果你的收入仍然都是 波士很高 兩個孩子如果他們是在 十九歲以下的話呢 都是免費的白卡 所以一家人呢 只要要cover四個人的話呢 其實有時候某一個情況之下呢 只要兩塊錢就可以全 全部都有健康保險 四個人都有保險 所以非常的好 OK 所以其實楊楊泰 在您的經歷過這麼多個案 幫助過這麼多人當中啊 通常是不是很單純的 就只要去到腳生醫療中心 找到人可以問到就可以了 是 沒錯 只要你打印出來 你的一滴滴的戶口 就是有一個證明 就拿過來 我們就幫你去申報的時候 然後很快下個月呢 你的保費就是減到一塊錢 腳生醫療中心 其實已經有蠻多個地方 有在幫助所有的華人移民 可是最近是不是又開了一個新的點 對 我們新開的點 是在七月初的時候 我們就開了在Almonte 地址是3401 Aerojet Almonte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10號Freeway 跟Rosemid 那個交界 在Aerojet 那個地方有新的地點 我們除了每天 星期一到五 每天都是八點半到五點 我們就是打開門 免費的替我們社區人士去申請 無論是白卡 加州投保 還有我們是幫助別人去申請 那個糧食券 我們也是幫你們去申請 也是免費的服務 還有的是我們有其他的服務 不是單單是加州投保的服務 我們還有是我們有拯救的部門已經開了 還有我們那個Behaviour Health 就是心理科的也開了 還有我們現在也打新冠病毒疫苗 也從禮拜二到星期五 早上9點到12點半 都可以來到我們這個新的診所去打疫苗 打疫苗跟做保險的同樣的不需要預約 只要你什麼時候來 我們就可以盡力的幫你們 所以角生社區醫療服務中心 其實幫助好多人 而且幫助大家好多不同的項目 不管是有沒有健康保險 尤其是在這樣的疫情還在延續當中之下 如果有健康保險是最好的 可是如果沒有健康保險沒關係 因為你們這麼有經驗的人們 可以幫助我們大家 如果今天加州全保沒有辦法申請到 可以直接拿到Medical 白卡對不對 如果白卡還是不行 每個人生活都有困難的時候 還可以幫忙申請糧食券 除此之外還可以打疫苗 還有的最重要的 無論是有身份也好 沒有身份的人士 其實我們還有其他的計劃去幫助他們 如果他們真的有需要身體健康有問題 出了問題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我想要看醫生 也沒有保險也沒有錢 其實我們因為是 我們是聯邦政府認證的一個診所 其實我們背後也有好多不同的計劃 可以去幫你們商討一下去計劃 哪一個健保的計劃是適合你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 不太一樣 我已經在小生醫療中心已經服務了 自從2013年 從第一天開始我們有家就投保 做到現在了 所以每一個同事都非常有經驗 他們也看過很多不同的個案 我們也幫很多社區人士去爭取 譬如說我們去政府那邊告訴他們 其實我們每天有很多人跑進來 就是這個這個情況 然後就向他們解釋 其實我們就幫你們說服政府部門 究竟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去幫這些民眾 需要的時候 那怎麼去幫他們去拿一個保險 或者是怎麼樣去幫他們 去直接的找到好的醫生 去照顧他們健康上的問題 所以其實小生的每一個據點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您開了門之後 無論是應該說是來者不拒吧 不管是您有什麼樣的問題 健康的問題或是心理的問題 都可以進到小生的任何一個社區醫療服務中心 去了解一下小生有什麼可以幫到這些民眾的 在您服務的這麼多年當中 2013年到現在 有沒有什麼個案是讓您特別記憶深刻的 其實有很多每一天都 都有人跑進來就說 我沒有身份 我這樣 我有癌症等等 其實我們就幫不同的家庭 就是解決他們的問題 首先就好像今天早上 就有一位媽媽就跑進來 她有一個孩子很年輕 可是得了大腸癌 所以她也是想盡快的方法去幫她申請一個白卡 所以我們今天去申請 其實不單單是這個個案 其實過去有很多成功的個案 我們每一年都是幫助大概三四千人 拿到保險的 無論是他們白卡 或者是加州投保 我們都每一年都是很多很多人都來 知道你們成功率都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也是很盡心的 有很多更進都跟他們做了 譬如說他們有問題 關於怎麼樣去更新 怎麼樣去用 甚至於找不到醫生怎麼辦 我們都是通通都看他們的情況怎麼樣 去每一樣都可以讓他們 可以盡心盡力的去幫到所有的人 幫他們的安心的去看病 對 我覺得楊泰您講到非常重點 就是安心這兩個字 因為在沒有健康保險的情況之下 又生病就是沒有辦法安心的 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之下 不知道求素無門的時候 這個是沒有辦法安心的 可是腳生社區醫療服務中心 你可以把安心帶給大家 今天非常謝謝楊太太 來到我們的天下縱橫談 跟我們提到了呢 其實腳生社區服務中心 真的有好多事情可以幫助到你們 無論是需要健康保險 需要有人跟你聊一聊 甚至是想要打疫苗 所有的腳生社區醫療服務中心 都可以幫助到您 也千萬不要忘記了 在El Monte市 就有一個新的腳生社區服務醫療中心 令人非常喜歡 任何人提供一下 健康保險 是的 非常好 提供